今時今日找餐廳一般都是上網找 OpenRise 怎樣可以很容易一眼看到餐廳行不行呢? 到底 OpenRise 和一眾的 Foodie 有什麼關係呢? 上面那個 RMS 系統又是什麼呢? 我在這條片跟大家一一解答 大家好 又是我喪臂L 相信大家能夠進來都知道什麼叫 OpenRise OpenRise 一般的用法就是你找不到吃什麼的時候 上網看看有什麼推介 而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當大家吃過餐廳不行的時候 有一個發洩的渠道 OpenRise 想OpenRise 你需要他 說什麼? 先說一些背景資料 OpenRise 是成立於1999年 開球的時候在香港開始 現在做得非常之好 超過750萬的活躍用戶 在開始之前和大家玩武掌問答遊戲 以下是兩間餐廳的真實評分 我兩間都有去過 大家猜猜哪間會好一點呢? 我會在片尾公佈 到底怎樣分一間餐廳好不好呢? 一般人會就這樣看看 笑哈哈咧咧咧咧的數量 道理上咧咧咧越多 應該餐廳就越好吃 或者越多好評 到底了解這個是不是真相之前 我們首先要找一找 到底咧咧咧咧咧在哪裡來的 首先你需要有一個戶口 你去完餐廳吃過 覺得好吃或者不好吃 就可以寫一篇食評 又不是說了幾隻字 而可以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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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慢慢上升 雖然官網上有很多個等級 但我只見過等級4 當你的戶口等級慢慢上升 這個故事才慢慢開始 那些Marketing公司看了這些機會 聯絡一些餐廳 問他們需不需要幫他們下廣告 或者增加一些OpenRise的關注 如果餐廳答應下廣告的話 Marketing公司就會去找一些Foodie去試吃 他安排了一些Foodie就會去那些餐廳真的下廳吃 吃的時候也會拍相當的照片 到時會在OpenRise 一般來說Foodie跟餐廳是沒有利益關係的 他只是按照Marketing公司的時間去那裡試吃 做Foodie除了可以到處吃好東西之外 不成文規定這些order 都可以帶多一個朋友去 一部份做得好的Foodie 除了增加自己知名度之外 也有機會開拓自己的生意 會接到一些私人job 在這裡介紹有幾個我覺得做得不錯的Foodie 包括是寶欣和心拍外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subscribe他們的channel 話是話我一直都很期待小麻會去各大麵包店試吃麵包的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相信Foodie寫的食評絕對是客觀公正的 因為一般的Foodie都是由Marketing公司介紹過來試吃的 所以在禮貌上你其實都要給我一個笑笑的樣子 就算你覺得不好吃的話可能那篇文章只不過不刊登出來 那久而久之 Open Wild上的食評就只會有讚沒有彈 但是餐廳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渠道去推廣自己的生意 不多不少都會需要這些Marketing公司幫他們找Foodie寫食評的 現在時價Marketing公司一篇是收$100至$200一篇 Foodie一般來說是沒有錢收的 但是他們可以帶多個朋友在manual上任選食又或者有$500的餐飲券 老老實實的確是有效用的 所以一般order是四、五十篇起跳的 順帶一提Open Wild的platform不能夠給你一天上載幾篇文 就算是不同的Foodie都是這樣說的 那你會見到一些有買食評的餐廳 一個星期會有兩至三篇等級三或者等級四的食評 那到底怎樣分配食評是不是自然呢 我會在最後再一一講解 簡單點說 RMS是Open Wild上給將會專用的系統 你在網頁見到例如精選優惠、飲食制 所有的Promotion都跟Open Wild直接有關係 而且絕大部份都需要付錢 而我的經驗就是當你累積到一定的食評 它就有Open Wild會有專人上你店舖跟你聊天 它一般就會有些Promotion Package 例如幫你做個專訪 又或者幫你在搜尋器那裡退前一點 那除了專訪之外 它也會希望你提供一些折扣優惠 例如上面這個在不PIT的時間去吃會便宜一點 當中就有人爆料說Open Wild的Sales會威脅你 如果你不參加它那些Promotion Package 或者廣告 它就會在那裡寫衰你 又或者如果你付了錢的話 它可以幫你刪除一些惡評 根據我第一手資料 我跟售賣員也交手過 他們也不是太pushy 因為以我理解 Open Wild的商業模式 它並不是主要靠餐廳那裡賺錢的 因為你們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這麼大公司做這麼低質的東西 它只要被人錄了音 又或者被人黑字拔字影低了 對它們公司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何況 話事個人也明白這個道理 它是不會容許它們的Lang去做這些低質的東西 因為一旦傳開了它 它的損失是非常之巨大 相反 我就比較相信 參加它們的Package 會幫你刪除惡評的說法 因為樹大有枯枝 售賣員怎樣做事 這些大佬未必看得這麼清楚 當然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猜測 先戴上帽子吧 說了這麼久 入戲肉了 讓我教大家怎樣分成食評是真還是假 第一 看看食評等級到底是多少 根據之前所說的 Marketing 公司一般會找等級3或4的食評 去餐廳試吃 所以如果你看到食評大部份都是3或4 你就要小心 另外就是出食評的間距 因為我之前說過 OpenWise 不讓你一天出幾篇Post 所以一般買Post的餐廳 一個禮拜是出兩至三篇的 如果你看到它很集中 每星期出兩至三篇一段時間 你就要看路了 有怪莫怪 舉個實例給大家看看 例如這間餐廳的3月16日出了一個Post 等級4的 跟著17日和21日出了兩篇等級4的 這樣也不要緊 在接下來的那個星期 平均每兩三天都會有Post 舔舔舔舔舔舔的食評 而全部的等級都是等級4的 這個情況維持了大半年之後 突然之間沒有食評一整年 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最後加上你這招 以後不用再重複 這一招只要看負評 不要看淨評 老老實實 你吃過那間餐廳覺得好吃 你未必會寫篇文 但是如果你吃過 覺得叉擊著動氣 你一定會上去發洩 例如這些東西難吃 上菜慢 出菜差 食物有異味 餐廳難找 服務質素差 地方不乾淨 收得貴來 又給chip料等等 這些都是具參考性的 而且集體做惡評的機率都會小 因為它有一個機制 是給餐廳上訴的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回到開始的問題 到底餐廳一還是餐廳二好一點呢 原來餐廳一是 銅鑼灣一間上樓的日式放題餐廳 開了不夠一年 已經有二百多個好評 當時我去吃過 餐廳衛生環境非常之差 租方題帶劇 非單 叫癡身給兩件 叫腸仔給一大盤 最後壓危了不夠年多兩年 就倒閉了 其實餐廳二已經壓立在香港三十多年 拿了很多年的米芝蓮 食物質素穩定 地方不難找 出菜也非常之好 我偶爾也會去吃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私底下問我這間餐廳 其實是哪間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所收穫 下次沒那麼容易中伏 接下來的影片會繼續說一些 飲食業的秘聞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儘管在Inbox 我告訴我 有什麼想知道 我盡量知道的 儘管告訴大家 今天就到這裡 還是那句 有什麼儘管問 識答一定答 多謝收看